台风狂西南部地区 高雄小港院旁的超商不敌 强风吹袭 大门口玻璃天花板钢架都被吹翻 而前京区有另外一间超商同样受灾 当时店员赶紧抱着财务跑进库房 打电话报警求救 这个风势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还有人呢是趁着伞想要过马路 但是好不容易跨出两三步 就被吹得一路倒退了 高雄的风到底有多大 外地人看到这画面一定能深深体会 男子要过马路顶着伞往前走 非得跟山陀儿拼一拼 好不容易跨到斑马线上 但想过就是过不去 山陀儿威力没再开玩笑 他弯着腰半蹲姿势 好努力走个两三步 结果又被吹着得退路十几步 都会超商骑楼 这下伞也开花了 狗儿不断叫 似乎目击整个过程直劝男子别再冒险了 狂风暴雨另一幕更夸张 风大道发出的声音宛如电影 小港医院旁的超商玻璃不见了 天花板青钢甲飞呀飞 齐楼所有东西全吹翻 往齐楼的机车狂砸 至于加上物品东倒西歪 散落一地电也没了一片狼藉 好险电源跑得快没有被波及 不过另一间超商电源可就没那么幸运 店面像是被撞过一样 前京区这间超商大门玻璃整个被吹翻全碎 店内的商品还喷到起楼去 店家第一时间打电话向派出所紧急求救 那我们现场救出两位营业中的店员 还有三位来消费的顾客 店员带着贵重财务网库房躲 店员家消费者五个人没有什么伤 只是被这么一吹超商财损高达200万元 山陀俄强势青苔轰炸整个南台湾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